你听说过初恋后遗症吗?一个人如果没有和初恋修成症过,那么初恋经历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恋爱模板。往后余生他都会不停寻找初恋的影子,会将每个恋爱对象和初恋对比。对后来者很不公平是吗?但这就是爱情。 阿英三十岁,是某辅导机构的老师。他一边用脚摩擦同居室友证人的后背,一边目光痴迷地分享今日经历。他说班里来了一个新同学,名字、样貌都和他的初恋男友一模一样。见证人毫无反应,他又补了一句。 证人依旧忙活着手头的工作,他相信阿英不会做出这举动,但阿英不这么认为。见到李修的第一眼,他的心思就被完全打乱了。 那个男孩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,因为他的存在,那个不起眼的角落变得格外吸引人。 今日有雨,阿英找到两把雨伞,在卫生间进行情景模拟。他装作恰好多带了把伞的样子,一遍遍演练,却始终不太自然。而且那把雨伞是坏的,思来想去,他还是决定开车送李修回家。 他将车停在距离单元楼门口有一段距离的地方,以免显得太过热切,暴露自己的内心。 李修上楼后,他将车退到马路边,透过雨幕遥望一扇小窗亮起,再压制不住想见李修的冲动。 阿英冒雨冲上楼,他浑身湿透,鹅角的头发一缕一缕的。 只要能见到魂牵梦饶的李修,这一切都值得。 清冷的雨幕衬托着阿英眼中炙热的情意和渴求,有一股致命的吸引力。 片刻,阿英终于察觉失态,狼狈地逃下楼。 而李修已经乘坐电梯在一楼等着他,两人共乘一把伞。 明明李修年纪更小,却比阿英高出半个头。 察觉到阿英可能需要陪伴,李修在阿英的车里待了一会儿。 李修告诉阿英,他想做一名医生,并互存了两人的手机号。 经过这个雨夜,两人的关系密切了一些。 阿英在课堂上开始对李修格外关注,仔细观察后发现李修是个问题学生。 他数学基础很差,而且学习态度不端正。 然而,当李修像个坠坠不安的小兔子在纸上写下求原谅的话, 阿英恨铁不成钢的怒气便会烟消云散, 因为初恋惹他生气的时候也会写纸条。 阿英的主动接近效果明显,两人之间的距离感越来越小。 阿英去开车的时候,发现李修醉醺醺醺醺的靠在他的车轮上,很明显已经等候已久。 这次,阿英没有开车送李修回家,而是骑上李修的单车带李修奔跑。 运动消解了烦恼,也代谢了体内的酒精。 李修缓过劲来,望塞阿英欢快的背影,看到了这个中年女人少女的一面。 试学课程结束后,李修提出要留在班上继续上课,阿英很满意,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。 只要李修留在班上,他就可以隔三差五看到那张令他魂牵梦绕的脸。 阿英只是在李修身上寻找初恋的影子,而李修却在一次次相处中对阿英产生了依恋。 电梯维修,两人一前一后爬上楼。 李修以为双胞胎哥哥死亡,心情抑郁。 他探头往电梯井中望,甚至一度伸出了脚。 阿英恰好碰见这一幕,拉住了他。 李修问阿英是否做过手术。 阿英撩起衣角,露出狼尾炎留下的伤疤。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阿英的控制,李修一把抱住了他,紧紧的。 电梯缓缓恢复运行,而阿英的手也缓缓攀上了李修的肩膀。 这个怀抱,他已经想念了13年。 这天的课程李修没有来,阿英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空荡荡的座位上,根本无心讲课。 提前给学生们放了学,李修就在这时抵达教室。 他一脸伤疤,一句话都不愿多说。 两人在电梯运行的间隙相拥,阿英一遍遍地向他确认,最终带他去了一家偏远的旅馆。 阿英在前台赴账,而李修躲在回廊里,紧张地不敢露头。 阿英见状取消了订单,改为和李修在车里唱歌。 酒店工作人员看不起阿英老牛吃嫩草,以不能长时间停车为由,蛮横的驱赶。 阿英像个跳脚的小女孩做了一件极其野蛮的事。 他趁工作人员不注意,偷了酒店一盆花,然后飙车逃跑。 李修抱着那盆花惊呆了,没想到课堂上严肃认真的阿英私底下竟然这么彪悍。 两人随便找了一家汉堡店约会。 没想到聊得正欢的时候,阿英的同居室友郑人不请自来,郑人自觉地坐在阿英身边。 李修吃醋,赌气去了卫生间。 郑人见过李修之后,直言他和阿英的初恋,除了崇明之外一点都不像。 阿英执迷不悟,听不进去郑人的话,他小心地安慰李修,沉溺在李修带来的初恋感中。 然而这一天,一个女孩找到了辅导机构,点名要找李修。 她和阿英崇明,是李修的女朋友。 两人之间的故事,比阿英和初恋之间更加刻苦。 李修的哥哥李苏爱慕小英。 小英捡了一只狗,却因为父母不同意不能饲养。 李苏本来十分讨厌狗,但为了能够多接触小英,主动领养了那只狗。 两儿的关系,因为这只狗迅速升温。 小英听说李苏喜欢地理,就买了一个小地球仪当作礼物。 意外就在此时发生。 李苏着急穿过马路,被急驰而来的汽车撞飞。 小英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。 李苏送到医院后,抢救无效去世。 在李苏的葬礼上,小英遇见了李苏的双胞胎弟弟,李修。 时隔多年,再见初恋是一种什么体验? 会指手相看泪眼,竟无语凝掩? 还是乍见翻一梦,相悲问各年? 阿英端坐在餐桌旁,既紧张又期待。 在辅导机构撞见小英之后,阿英一直心虚不定。 一想到现在,李修正和小英待在一起,他就没来由地烦躁。 跑步都不能疏解这份躁闷的感觉。 阿英打电话约李修见面,哪怕他要带上小英。 三个人的晚餐总是有些尴尬。 阿英的目光粘在李修身上,李修只顾埋头吃饭。 如此倒显得小英像个局外人。 阿英接到同居室友证人打来的电话,离开了包间。 没多久,小英和李修便吵吵闹闹地跑了出来。 阿英看着,小英哭哭啼啼地把脑袋扎进李修的怀里。 小英一直对李苏出车祸一事心存愧疚。 李苏死后,小英依旧尝到他家中看望小狗。 一来二去,和李苏的双胞胎弟弟李修慢慢相熟。 李修为小英打开了李苏的卧室,满屋子的地球椅。 最小的那个是小英送给李苏的礼物,也是导致李苏死亡的罪魁祸首。 小英在书架上发现两本品德书,一本是李苏的,一本是他的。 当初,李苏说他的课本丢了,小英才将自己的借给了他。 没想到真相是,他的爱蓄谋已久。 就在这个房间,小英亲吻了李修。 李修却以为小英将他当成了哥哥的替身,安抚过小英之后,搬家转学,离开了小英的世界。 小英几经打听才追到了这里。 小英对李修说,他确定,他喜欢的是活着的李修,而不是死去的李苏。 这句告白让李修陷入两难,他不想伤害小英,也放不下阿英。 小英跳车离开后,李修追了上去。 阿英早有预料,还是忍不住长按车底,宣告自己的伤心。 李修忍不住回头了。 与他而言,阿英才是他第一个爱上的人,是他的初恋。 这次,李修跟着阿英进了酒店。 这晚,两人坦诚相待,阿英是被一阵鸟提声唤醒的。 双眼接触阳光的一瞬间,阿英看到了李修年轻的脸。 李修对阿英说,你睡着的样子很美,阿英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每天早上醒来,你和太阳都在,就是我想要的未来。 这就是阿英一直寻找的初恋的感觉。 眼看阿英和李修越走越近,一副随时会私奔的样子。 阿英的同居室友正然慌了。 他安排了阿英和初恋男友见面,一求阿英认清现实,认清李修身上的初恋感有多么的虚幻。 周末这天,阿英精心打扮,早早地在餐厅等待。 时隔13年,这是他第一次和初恋男友见面。 阿英已经认不出初恋的样子,初恋男友也记不清阿英的全名。 约会结束后,阿英特地到学校门口看了一眼李修。 证人说得没错,两人确实一点都不一样。 初恋西装笔挺,唇边有一圈细细的胡茬,聊几天来天南海北侃侃而谈。 而李修是个有些内向的毛头小子。 为了和初恋见面,阿英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高跟鞋,一路走来才发觉伤痕累累。 阿英早早地回家,坐在天台上喝闷酒。 察觉李修和初恋完全不同的那一瞬间,阿英才发现自己多么罪恶。 继续和李修相处,不符合阿英的道德观念。 但是要宣布分手,李修势必会受到伤害。 阿英想起今晚要和李修在辅导机构见面的约定,更加头疼了。 阿英不禁开始想起证人,以前他烦心的时候,证人总会陪在身边。 说曹操,曹操道,证人的声音从楼下传来。 他以为阿英还没回家,正在手机留言,阿英一头扎进他的怀里。 他多希望人的记忆可以像电脑中的文件一样,一键删除。 这样,他就可以忘记初恋。 忘记因为初恋而产生的各种思绪,忘记因为初恋而开始的各种爱恋。 证人如他所愿,用拇指和食指清除阿英的后脑勺。 Safe加Delete组合键同时按下,永久删除。 短短一天的时间,让阿英清楚地认识到,李修和初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 那么,他对李修的感情到底是虚幻的,还是真实的呢? 阿英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 和李修相处得点点滴滴涌上心头,他确信他喜欢李修,或者说他喜欢和李修在一起的感觉。 阿英一路小跑,在黎明前赶到了辅导机构。 李修等了一夜,已经等睡着了。 阿英忽然热泪盈眶,他和李修是双向奔赴。 这一次,阿英亲吻的不是初恋的替身,而是真真正正的李修。 四唇相处,阿英的身体缓缓飘起来,这是十三年的幻想给予他的力量。 两人在辅导机构的小沙发上相拥而眠,一不小心睡到了大天亮。 被来得早的女同学撞见了,风言风语悄悄传开,辅导机构领导约阿英严肃谈话。 阿英泪眼汪汪地反问,我们没有伤害别人,难道两个人真心相爱有错吗? 爱情萌发的时候,谁也控制不了。 阿英赢得了领导的支持,但机构里的学生依旧不认可他。 明里暗里闭着阿英,恰逢阿英母亲生病,世俗的压力,生活的压力和情感的纠葛,让阿英有些疲惫。 但一进入睡眠,又会不停做梦。 而且,他发现不知什么时候,右边长了颗志齿,时不时隐隐作痛。 房间里,男男女女的衣物散落一地。 自从阿英看清他对李修的感情之后,两人便开始在酒店约会。 但或许是酒店的环境太陌生,李修的状态总是不太自然。 为了能有更好的约会体验,阿英决定周六邀请李修到家中约会。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情况,阿英和证人商量,让证人出去避一天。 证人面上什么也不显,心里醋痰子已经打翻了。 两人同居多年,无视夫妻,生死夫妻。 连阿英的母亲都劝着两人结婚。 可见证人对阿英有多好,是阿英心中惦记着初恋,一直不肯答应。 证人对阿英的爱是陪伴和包容,是宠溺和照顾。 他可以理解阿英对初恋的怀念和迷茫,可以答应阿英无礼的祈求。 但只有一点,他不希望阿英和李修在家里做男女之事。 周六这天,阿英和李修物与儿童地避开了证人的卧室。 他们在院子里嬉闹,在厨房里做饭,玩得很开心。 然而中午的时候,证人突然回来了,他还带上了阿英的初恋男友。 上次,他安排阿英和初恋男友见面,为的是让阿英认清现实, 主动离开李修。 而这次,他贸然将初恋男友带回来,为的是让李修认清现实, 主动离开阿英。 而初恋男友答应前来,也有一番自己的考量。 谁说只有女人会对初恋念念不忘,男人也会。 初恋男友笑着和李修打招呼,话里却爱是李修只是个替身。 阿英很尴尬,但他更害怕李修受到伤害,害怕李修承受不住打击,一走了之。 打发了那两个不请自来的男人,阿英悄悄钻进卫生间。 李修的态度令阿英十分感动,他说,那两个男人只是你的过去,我不会介意。 四个人的晚饭吃得很尴尬,初恋男友又敲又唱,想要调动气氛。 而李修不善言谈,始终一声不吭,阿英满眼都是李修。 李修不说话,他也不吭声。 李修最先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,返回客厅。 阿英想要跟过去,却不好意思马上跟过去。 稍作停留的功夫,体贴周到的证人已经起身,去陪李修打游戏。 诺大的饭桌上,只剩下阿英和初恋男友两个人。 初恋男友问阿英,去过法国什么地方? 阿英老实回答,巴黎。 简单两个字,让初恋男友展颜一笑,他打开背包,拿出一本旧书。 曾经他为了接近阿英,找借口,借走了阿英的地理课本。 课本上,有一个被彩笔圈起来的地名,巴黎。 那是他们曾经想要一起旅行的地方。 阿英没想到,初恋还留着这么老旧的物件。 13年过去了,他对他念念不忘,他对他又何尝不是呢? 客厅中正在浑豆罗的证人输给了李修,而且输得很彻底。 回忆涌上心头,阿英努力平复心绪,才没在初恋男友殷切的目光下溃败。 只是嘴巴右边那颗痴齿开始剧烈疼痛,阿英捂住腮帮子,碰呼出声。 初恋男友不知情况,担心地询问。 同居室友证人立马回房间拿出止痛药,叮嘱他一定要等酒精过了再吃。 而不善言谈的李修投来了关切的目光。 只要阿英一出生,三个男人便会不育儿童地停下手头的事情。 阿英忍不住笑出声来,这样的疼痛未免太过甜蜜。 夜深了,四人坐在院子里乘凉。 初恋男友和正人发现院子里有盆花开了。 李修和阿英相视一笑,只有他们俩知道,那盆花是他们抢过来的。 电影的结尾并没有交代阿英到底选择了谁,不过倒是让小英遇见了他的证人。 因花浪漫的春天,小英干戈了蓝尾,还未出院。 旁边有个男孩正在帮他开罐头。 小英让他看了肚子上的伤疤后,带着哭腔说,如果有下辈子,他要做李修。 先走的人最幸运,因为后走的人要承受两个人的回忆。 电影《智齿》讲述了一个有关初恋的故事。 两批人,同样的名字,相似的经历,出现在同一个时空,却做着不同的事情。 年轻的那批在经历初恋的爱恨,年长的那批在怀念初恋的悲欢。 当爱已成往事,初恋的感觉历久弥新,因为是第一个,所以会更加深刻。 就像缓缓冒头的智齿,起初并不在意,发现时已经隐隐作痛,而且会越来越疼。 是小心捂着,还是狠心拔掉。 医生会给一套标准方案,但选择在病人自己手中。 初恋男友,同居室友和新欢理修,三个男人摆在面前,你会选择哪一个呢? 故事的核心又回归到两个老旧的命题。 爱你的和你爱的,你会选择哪一个? 前任若回头,你会留在现任身边吗? 证人和理修是第一个问题的参照,初恋和理修是第二个问题的参照。 不管选择谁,结局都不会圆满,因为这才是正常的人。 一边拥有,一边失去,失去的遗憾,永远大过拥有的喜悦。 倒不如让故事停留在这里。 相科至齿,不上不下,留着没用,拔掉又疼。